最近天气很热 白天不想出门玩就换个方式吧 这个晚上赏蛙也不错 云林谷坑华山地区有二十几种蛙类 占全国总蛙类的三分之二 每个礼拜六社区都会派出解说员 带大家认识各种的青蛙 不仅增进了知识 而且还促进了亲子关系 一群人走在伸手不见物质的小路上 拿着手电筒 耳边听着蛙鸣 随时准备停下脚步找青蛙 不同青蛙不同性别有不同叫声 得靠解说员说明才分辨的清楚 这是华山近来最夯的假日活动 由社区发展协会举办带大家赏青蛙 台湾一共有三十几种蛙类 但是华山地区就可以观察到二十几种 资源非常丰富 赏蛙一年四季都有 因为有一些叫东西的蛙类 但是大部分集中在五月到十月 雨季 赏蛙活动新奇有趣 不过有些注意事项一定要遵守 要强调要穿雨鞋 因为蛇跟蛙是一个食物链的关系 你穿比较要保护自己 白天气温高到哪都热的受不了 不妨换成晚上出门赏蛙去 借此不只能亲身观察体验大自然 还能消消暑增进亲自感情 闭西新闻郑小青与您报道